蕭德炎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自幼生长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 从小就懂得约束自己 对一切事物都非常恭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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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心着凉了 哎呀,你这孩子 跑这儿玩来了 我找了你好久了 婆婆不识字,你快看看 你爹爹给咱们写的信都说些什么呀 哦,这个 我看看 孙儿啊 你爹一直希望你能学习圣贤好好读书 可你天天去学堂 却连封信都读不下来 婆婆,请让我来试试给您读这封信吧 尊敬的母亲大人 孩儿在外一切安好 请勿挂念 最近您是否身体安康 望保重 非常对不起 没关系的 饭老师 还没关系的 我不是的 我 functioning的 但艺术 呢 又一違 我们 geology 肖先生 得言支礼手仪 恭敬好学 日后必定前途无量 先生过奖了 古人云读圣贤书志在圣贤 得言手礼恭敬一言一行 均可传诸后事 做千秋百代的表率 修身则道立 尊贤则不惑 亲亲则诸父 昆帝不愿 敬大臣则不炫 修身则道立 尊贤则不惑 哎呀 肖闺主中了新课证元了 肖家是文明的礼仪大价 今天的语言可谓明智时归 是啊 肖闺主自有知书达理 值得你们学习效仿啊 对对对 总理的人就是好啊 是啊 是啊 就是好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先生 德言先生 德言 你是新科状元国之栋梁 老夫遗界草民 怎么当得起你这遗柜呢 先前圣人说过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德言自有蒙寿先生教诲 大恩大德 莫斥难忘 区区一礼 了表寸心 算得了什么 德言啊 你可曾记得 礼的运用以何为贵 人生在世 当与人为善 以手礼尊洁来自我警醒 你将来辅佐君王 一定要心系天下百姓疾苦 克尊忠义连结 不能忘却了圣贤的教诲 多谢先生 德言定会牢记在心 嗯 因萧德言才华出众 俗之礼仪 被任命掌管国室 修传诸多千秋百代之书 买包子啦 刚修 他通过了 不过了 好 咱 咱 这 咱 咱 咱 这 咱 这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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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伤到您没有 伤到了吗 没 没伤着 萧大人 老人家 您摔疼了吧 要不要紧呢 大人 你就是萧德言萧大人 正是 老人家 刚才让您受惊了 管家 还不快快向老人家赔礼 是 老人家 请恕晚辈冒犯之罪 得罪了 这是不对啊 你看 这人老了 退交也不利索了 不怪你啊 老人家 您上车吧 我们送您回家 我人老了 可心不糊涂啊 早就听说 有个尊力守法的萧大人 没想到雷首相也这么好 今日总算见到了 故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虚质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山地 你看 好漂亮的风筝呢 这是我刚刚做好的 二哥 现在就去放风筝吧 那好吧 走啊 走啊 走 走 等等我 哦 挺高啊 哦 哥哥 等等我 你们俩可听说过陈三 听说过吗 陈三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 小时候却十分懒散 经常不扫屋子东西乱放 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 看到他家屋子十分凌乱 而陈三却不管不顾 就说 孩子 为什么不把屋子收拾干净啊 陈三反而说 我的手主要是用来扫天下的 你们猜 他父亲的朋友怎么说的 嗯 嗯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父亲的朋友反问 连一间房子都不扫 怎么能够扫天下呢 大哥 我们错了 大哥 我们错了 哦 错了 那么 你们两个告诉哥哥 你们究竟错在何处 娘打扫燕子很辛苦 我不该乱扔果皮 那 还有呢 还有 我们对书一定要恭敬爱护 从哪儿拿出来 看完后就放回原处 万万不可乱扔乱放 更不要把书给弄脏了 还有二弟 你不陪三弟一同读书 反而如此贪玩 大哥 我知错了 父亲 孩儿今天还写昨天写的字吗 嗯 好嘞 父亲 您看 孩儿的字可有长进呀 父亲 是不是孩儿写得不好 让父亲不高兴了呀 儿啊 默默偏心不端 字不敬心先定 你刚才的默默歪了 弄脏了桌子 也把纸弄得很脏 就表示你心不在焉 再看你的字迹潦草 就是因为你的心没有静下来 父亲 那孩儿怎样做 才能写得和父亲一样好吗 无论写字还是读书 首先要有恭敬心 还有一份好学的态度 心里有一份恭敬 就能得到一份的利益 不能认真学习 心就定不下来 字当然就写不好 所以呢 写字必须一笔 一话都要恭敬 这样才能写好字 才不愧对古圣先贤的教诲 父亲 孩儿明白了 你一定要记住啊 这对你一生都受益无求 肖德言经常带领家人 在祠堂恭敬礼拜祖先 一阵消假得风 人生在世 无理不足以安身立命 应当养无愧于天 辅无愧于地 陛下 陛下音和闷闷不乐呢 嗨 这个肖德言 陛下 是不是今天 萧公又直言尽见了 是啊 让朕很适 以臣妾之见 这更是可喜可贺 这从何说起啊 陛下 臣妾听说 臣子尽见 尽的是尘职 君主纳见 尽的是君道 陛下 萧公严守礼法 学识今生 又不惜一身 而以忠言尽见皇上 可见 与魏征一样 都属国家栋梁 社稷之臣 陛下有此必住 臣妾难道不该恭喜吗 道之以正 旗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旗之以礼 有耻且格 陛下 用法治禁令 引导百姓 使用刑法约束他们 老百姓只是求得 免于犯罪受惩 却失去了廉耻之心 如果用道德和礼仪 来引导民众 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 而且还会自觉地 端正自己的行为 皇后 这是萧德延 用圣贤的话 来劝诫于朕 萧德延经言礼法 手里自重 却是国家住师 太宗皇帝理解了 萧德延执着于礼法的苦心 并因他一礼修身 尽忠职守 学识经验 先称他为 红文馆大学士 后有教授晋王读书 从此 萧德延更加顶利之见 恪守礼法 忠心为国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 说 如果杀掉作恶的坏人 而具亲近为善的好人 如何呢 孔子回答说 您为政 怎么还用杀人呢 您要做好事 百姓也会做好事的 君子的品德就像是风 小人的品德就像是草 草上有风 草必然会随风倒下 老师 那君子误本 本利而道生 孝替野者 其为人之本于 又如何解释呢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 根本建立了 治国做人的原则 也就产生了 孝顺父母 爱敬兄长 这就是人的根本 老师 我明白了 我一定要多学习圣贤之道 心尽贤德之人 儿臣给父皇请安 皇儿啊 你最近随肖大人学习孝经 那朕问你 这本书主要说的什么呀 你给朕解释一下这几句话 要亲爱自己的父母 必先博爱 不敢对于他人的父母 有一点厌恶 要恭敬自己的父母 必须广敬 不敢对于他人的父母 有一毫的减慢 而元首的孝道 是要把亲爱恭敬的成亲 信到自己父母的身上 他的身教之德 如风吹草 自然风行草野 很快地普及到百姓身上 外国人看见了 也要模仿实行 争相取法 大概这就是天子的孝道了 小宫果然堪为人世 老爷 专研学问是好事 可是你年纪这么大了 每天还素带端作 像年轻人一般 是不是太辛苦了 我是在研究 圣人留下的经书 对着先贤传下的言语 只有唯恐礼数不周 哪里再敢怕辛苦呢 我萧德言一生惊严礼法 岂能言行不一 人前人后 庙堂私宅 只要应尽之谊 萧德言从来不敢谢他 人以礼修身养性 无礼不足以得福众人 萧德言刻苦向学 精通左侍春秋 重视先贤礼法 到老人不敢懈怠 忠于君王 出于功心 以礼服人 受人景仰 他因事成谨慎 深受皇帝信赖 受赵 教授晋王读经 被封为五阳县侯爵 去世时 已经九十七岁高龄 世后 一百二百一山 封诸被十四尺